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立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经过最严重的七碗考验 终于信徒经历到 雨过天情的一个人生 信仰有起有跌 有苦难有得性 换言之去到第十八章 去到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体会到最终信徒 是经历到上帝的新冤 以至他们过了得性的生活 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封城 向我们联手知先 让我们先低头 我们一同的同心的祈祷 亲爱的再次多谢你 我们明白我们人生当中 会有起会有跌 有时会有些好像很无辜的苦难的流寨 但我们祈求天父 让我们去看得到 每一个的苦难 每一次的经历 都有上帝的指引在当中 让我们去明白 在苦难的背后 上帝仍然是掌权 让我们的信心 仍然在你的身上 求祢继续拖带我们 每天的信心的生活 我们的尽情 感谢天父求祢听我们的祈祷 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善的名求 阿们 巴比伦庆福 此后 我看见另一位 有大权兵的天使从天降下 地由于他的荣耀而发光 他以强而有力的声音哭着说 庆福了 大巴比伦庆福了 他成了鬼魔的住处 各样污蔚之灵的巢月 各样污蔚之了的窝 各样污蔚可争之受的出没处 因为列国都喝了他淫乱大路的走 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 地上的商人因他极度奢华而发了财 我又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 我的闻呀 从那城出来罢 免得和他在罪上有份 受他所受的灾殃 因他的罪恶涂天上帝已经记得他的不宜 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加倍地报应他 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及他汗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要使他照样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我再了皇后的胃 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在样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将被火烧尽 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 太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任 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 说 和哉和哉 这大城 坚固的巴比伦城 一时之间 你的审判要来到了 地上的商人 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料 这货物就是金 银 宝石 珍珠 西马煲 丝绸 紫色和珠红色衣料 各样香木 各样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 铁 大里石的器皿 和玉柜 豆扣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西面 墨子 牛 杖 马 马车 以及奴隶 人口 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修美味和华美的物件 都从你那里毁灭 绝对见不到了 贩卖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财的商人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哭入悲哀 他说 和哉和哉 这大城 他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纸 宝石 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这么多的财富 就归于无有料 所有的船长 我都出航海的 水手 以及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 就哭着雪 有哪一个城 能跟这大城比呢 于是 他们把灰尘杀在头上 浮入悲哀地 喊着雪 和哉和哉 这大城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真宝 成了腐足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为荒谬 天呀 中圣徒 中使徒 中仙之呀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 为你们新了冤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象大磨石 仍在海里 雪 巴比伦大城 也必这样猛力地 被迎下去 绝对见不到了 弹琴 歌唱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对听不见了 各行手艺的技工 在你中间 绝对见不到了 推磨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对听不见了 灯台的光 在你中间 绝对不再照耀了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对听不见了 你的商人 原来是地上的显耀 万国 也被你的邪述迷惑了 善志 圣徒 和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找到了 此后 我听见好将有一大群人 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权能都属于我们的上帝 他的判断又真实 又公义 因他判断了那大淫苦 他用淫行 败坏了世界 上帝为他的国人申冤 向淫妇 吐留伯人血的罪 他们又一次说 哈利路亚 消淫苦的烟往上露 直到永永圆圆 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 就苦福敬拜 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说 阿门 哈利路亚 高阳的婚宴 接着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上帝的众仆人申敬为他的 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 启示狱的十八章第一节 到十九章第五节 我们看到当中一个主题就是 《如过天情》 换言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天使就宣告 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被谈到 在人的眼中 你几个强性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 是神所不喜悦的 很多淫怨 很多不公义 最终都是灭亡 我们看到神的审判 是非常公义 但另一方面 我们在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 当一帮人 仍然是跟随 这些淫怨的人 一些敌基督的时候 他们的下场 和敌基督是没有分别的 而去到最后十九章 一至五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帮爱主的人 他们终于去到主的面前 感受到上帝为他们的伸冤 以至到他们的下场 他们的后果 就一生去歌颂我们的天父 他们会说 哈利路亚 赞美耶和华 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 我们的确看到 有时人眼中的强性 人眼中的封城 如果他们的背后 所作的事情 都是不公平 都是很多人灭的时候 可能在某段的时间 他们很风光 不过最终 在一位公义的上帝的审判底下 他们的下场 仍然是去到灭亡之路 反而我们愿意跟随神的 或许有一段时间 看不到上帝的伸冤 但最终上帝的伸冤 一定有他的时间 求主给我们愿意去忍受 在大自然的循环当中 雨过必然天晴 我记得有一次和师母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有一天出去玩 有辆车车车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而去游覽 当天的天气报告 就说那天会有很多个雨 以至到我们身边一沉 就说去玩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阳光呢 但又很感恩 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车里边的时候 就真的很大雨 但每一次下车的时候 却有阳光的出现 当时的司机都跟我们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当然我们乘机 也都是跟这个司机来传福音 就说因为我们的心里边 我们有祷告 我们很深信上帝的恩典 是救我们的用 雨过天晴 就是我们人生的盼望 就因着这个晴天 是带给我们在雨天的时候 仍然知道 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印象这个美好的未来 是比我们更加清晰 就算我们在雨水的过程当中 在苦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仍然肯定 有一天一定会天晴 当我自己去回望自己的侍奉的时候 在侍奉的供应当中 的而且确有时会有高 有时会有低 有时会有很多的难处 甚至对我来说 我曾经也试过尝试跟上帝说 上帝我不想再做一个传道人 但是上帝借着有一次的机会 让我在晚上的时间 在中环的地方 当我望着海 忽然之间神提醒我自己 祂说你信不信 我将来一定会给你 开一条更尾的一条路 更阔的一条路 你信不信 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很新的感动 就是雨过天晴 终于面对很多的难处 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 複杂 甚至有很多的挑战 当时我真的在感动当中 我落泪 究竟我信不信 上帝给我的应许 他会为我开一条更阔更尾的路 但是上帝再次提醒我 他说雨过天晴 恩着这四个字 带给我更大的信心 我深信在侍奉的路上 一定有难处 一定有挣扎 不过同样 上帝被我面前的路 是一条又美又阔的路 是一条又美又阔的路 他用任行拜坏了世界 上帝为他的仆人申冤 向任府吐留仆人血的罪 启示录十九章二节